我一生若爱家乡 山民水秀的风光 我很喜欢看我们大福的一个地标 那个地标是我小时候 就是几乎朝朝夕夕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对大福的山野田园非常有亲切感 我从小喜欢涂鸦 就等于现在的儿童发发 我就读台中师范学校的时候 很幸运地承受废发的名师 廖济春拎支助老师的热心教导 由老师的期中 素质把我的这个作品、装框 在这个办公大楼的这个墙壁上 获得莫大的这个鼓励 提高我的学习信息 成为我现在的这个绘画的生命 陈淑宇老师是我在民国58年 就读国中一年级的美术老师 老师的个性是很坚持的 他有他在艺术上面创造风格的一个坚持 他的为人也是这样子的 可能是因为客家人的关系 所以爸爸的个性是很坚毅的 尤其是对美术这件事情 他是非常坚持的 他就是很毅力 就是对这个艺术啊 非常的热忱 也非常的勤奋 48年 李周芬老师啊 第一次来到大福 我就当一个祥导 陪老师做画 数十年 每年利用假期 陪伴老师过地写生 全喜水彩发 每年鼓励参加国际信 或者全省美展 三十年间 陆前有二十六次 我要感恩李周芬教授的教导 他的绘画历程里面 他比较注重的是属于 比较渲染 朦胧迷蒙的那种作品 来推这个画作的空间 这一张作品是 可以说早期的迹象画法 澎湖海岛地势 岛上的老屋啊 经过岁月 土墙就是破旧 中华就掉落 我这个座肘呢 就把柔后的这个斜光啊 还有老古时的明暗变化 使年轻的这个古像 充满乡土的特殊 所以他用的颜色呢 也是非常缤纷的 他经常使用对比色 护古色 比如说红配绿啊 蓝配橘啊 或者紫配黄 这种对比色的使用呢 是使用的非常的丰富的 然后它会造成一种 一种台湾一种 有雨季湿气的那种效果 或者是台湾古厕的一种 斑波感 历经沧桑的一种美感 自然法要先打湿 等到这个水分 味干以前 色彩稍微浓一些 把石头 小石子放在里面 等到干了 才把这个小石子捡起来 留下来的就是 石头的大大小小的变化 特别能够表达明暗的对比 层次啊 质感 所有不旧的相比 收到这个自然法的表现 效果就很显速地可以表达出来 他就是很认真啊 认真到有时候太累了 打瞌睡了还在 还在画 从我有印象当中 爸爸就开始一直在教授 儿童绘画 我都是从小 就看着爸爸教了很多 无数的学生 他在教学上面 真的有他的一个坚持 就是追求完美的部分 比较高 我的老师是非常地用功 努力画图的一个老师 也得到两次 教学优良教师的 审教育听讲 老师是我的人生的引路人 今天我要向我的老师说 谢谢您 有您真好 呢 哦 你 你 这